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给你我的所有的这个证件 然后接下来他可能会问 有可能问你就是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当大家一听到destination 目的地的时候就知道 他想问我我要去哪里 大家可以说Los Angeles New York 如果有些人呢只是在这边转机 你可以说 I'm here to transfer to 我在这里呢是为了转机到某某城市 比如说 I'm here to transfer to New York 我在这里呢是为了转机去纽约 然后呢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些人问你 你会在这边待多久 How long will you be staying here 当你听到这个long Long 长度这个词 long的时候你就知道 哦 他是问我要在这边待多久 你可以说 I'm here for 多好 天是days 周呢是weeks 然后月呢是months month 月是month 说 I'm here for two days 我在这边待两天 I'm here for two months 我在这边待两个月 I'm here for two weeks 我在这边待两个星期 接下来呢海关可能会问你说 那你这一行的目的是什么 Purpose What is your purpose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所以当大家听到 Purpose 目的的这个词的时候呢 就知道 哦 他是问我来这里做什么 做什么的时候呢 一般人可以说是 度假 I'm here on vacation On vacation是度假 或者是工作 I'm here for work 为了工作 或者 I'm here for school 我来这边上学 所以你可以说的更加具体一点 说比如说 I'm here to visit my family 我来这里拜访我的家人 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 你要在这边住哪里 所以呢他可能会问说 Where will you be staying Where 在哪里 所以当大家听到 where这个词的时候呢 可能想哦 他应该就是问我 我会在这里住哪 住在什么地方 Where will you be staying 然后你可以说 I will stay 然后在某某某地址 比如说I will stay in Los Angeles Hotel 或者是I will stay in my parents' place 都可以 就是说或者是讲一个具体的地址 都可以 好 问完所有这一些呢 他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就是说 你回城 因为他要确定 你来美国之后 参观之后 你可能会回国呀 然后他都会问说 Can you confirm your return tickets 所以大家一听到 Return tickets 这个一般呢 就是代表是 你的回城的机票 Return tickets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回城机票 给他看 或者说告诉他说 Yes I will return on某一天 I will return on July 5th 我会在7月15号的时候 回国回去 因为美国呢 他会规定一次呢 只能带多少这个货币 所以呢你可以 这个所以呢 有时候呢 海关会问 How much currency are you carrying 这是你带了多少 你带了多少货币 这个时候 你听到 Currency 货币 那就说明 他可能是在问你 你带了多少钱 那你可以告诉他 我I have 多少多少钱 然后最后一个呢 他就是问 你有什么需要 报关的 申报的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要申报的 一般呢 你就直接说一个No 就好了 就是我没有任何东西 需要特别申报的 好 如果你把这一圈 全部问完之后呢 他一般会把你的护照 把你的东西还给你 然后会跟你说 Enjoy your stay 希望你在这边住得愉快 然后你这个时候 就直接开心地跟他说 Thank you 就好了